因為他說每個人攝取的顏色高 因為這就是慢性疾病 他說你會增加政府很大的醫療開支 所以這個是一個全民運動 大家要意識到說 你是不是每天你的顏色的攝取量太高 你的油脂的攝取量太高 因為基本上都那些三招 他要講 發言人廣告最後一件 但是你們啊 這個所有信息啊 講話三十 謝謝